那我今天我大概把它区分为上午的课程要跟各位介绍完GA跟GP 让各位甚至包含做一个简易的网站 这个网站我们要如何让它可以变成可以分析的一个网站 要分析什么要分析使用者 使用者跳出率 那GP就是趋势分析 这是上午要跟各位介绍完的 上午因为爬虫嘛 爬虫要写一点程式 不多真的不多 但是我只是要告诉你 程式别人已经帮你写好了 程式别人都已经帮你写好了 你只要会复制贴上 再来可能你会遭遇到一些小小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可能里面一些bug 我都刻意设计了几个小问题 让你知道也许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 下午的内容 那当然我还会进展到希望你们回去的时候 复习可能就是结合大概在四五个月前 我有来这边交过Power BI 希望你们回去也可以看一下 一样也放在台东大学的e-learning的平台 那如果说你没有这些就是Power BI的交决影片 你也可以写信来给我询问 那我们稍后就分别上午跟下午的主题 大家都很了解 大家知道要介绍什么内容 我是今天的授课讲师 我姓孙在哪里的 在太阳的阳 这是我的电子邮件 方便大家跟我联系 所以我还留了我的WeChat 还有Line 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想要询问都可以藉由这些管道 找到我 我目前是在国立阳明大学 继续攻读我的博士学位 那主要我的专长是在大数据 大数据这个领域 那我希望就是说 把我所汇合上 例如说资讯工程解采室的这个能力 能够去跟生物专家 跟医生结合 看能不能解决这个癌症的异频 癌症这个issue 我有很多的教学的经验 之前在巨匠电脑总公司担任专业讲师 都是在帮公家机关服务 我现在偶尔也会去帮行政院 跟台北市政府 授课 一个月大概只会帮我们授课一次 那写了50多本电脑书籍 也做了也有30多张国际 或者是国内的电脑症状 然后后来因为大家都不读书了 所以我就把这些我所会的这些教学的课程 录制成影片 然后剪成一小段一小段 放在YouTube上面 然后现在有大概将近快3000部的影片 然后放在YouTube上面 方便学生可以去一主题找到所想要学的内容 也方便我可以去直接回复学员的问题 好 那我们就赶快进展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 首先我们因为 我还是要从这张图开始讲起 因为SEO SEO其实它是一个 就是说优化你的网站排序 它的主要目的是这样子 所以在这里面 你可能需要具费的技能 例如说网站分析 你要先知道你这个网站 有多少使用者会来 然后这个网站里面 大家看到这个网页 会待几秒就跳走 或者是去看第二页第三页 那甚至这个网站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关键字 关键字我觉得也是很重要 那我们与其告诉你说 什么关键字 有主要的一个直观的思考逻辑 还有被动的 例如说假设我今天我想要知道 台东大学到底跟哪几个县市的学员 是有关系的 然后或者是台东大学 到底跟哪几个关键字是比较有关心的 学生他可能来我们的网站 他主要搜寻台东大学的什么 类似像这些关键字的研究 甚至我们还有跟各位分享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会写一些软文 软硬的软文 然后放在部落格 部落格然后再接下来把这篇文章 然后放到社群网站 例如说脸书 然后让来做行销 那这个部落格行销 还有像例如说文章的发布 其实跟这个部落格行销就很类似了 那还有网页收入 应该说是我今天我这个网站是不是要被放在 例如说Google搜寻引擎里面 那怎么办 今天我的课程内容 有很多内容可能会就是打到这些 当然最后还是希望能够交一点资料分析 数据分析 我们叫资料分析 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名称 数据分析或者是大数据分析 我觉得这也是像文章就在谈这件事情 好 那我们接下来 这个就是SEO SEO 搜寻引擎的最优化 好 那要做好多好多事 那因为一天的时间关系 所以我们只能针对其中几个比较重要的部分 来跟各位讲 还有 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 几乎都不是你们要花很多的心力去做 如果说你懂这里面的 如果你有钱 你就去找那个做网站优化的公司来帮你做 那你可能也会想要知道 那到底他们怎么做 这就是今天我们来稍微解密一下 那我想要从网站分析开始跟各位讲起 既然要做网站分析 我可能只能先告诉你 我的程序大概是这样子 我会先跟你分享的是 你首先 你首先要先 大概知道一下 就是说要做网站分析 这是Google Analytics 这就是一个网站分析的工具 那既然是他已经 帮你设计好的一个网站分析 你是不是在之前 你要先有一个网站 然后你去让他可以做分析 所以我们应该要先从网站开始跟你讲起 你要是没有网站 他怎么帮你分析 然后接下来 如果你有这个网站之后 你就可以去到Google Analytics里面 好 先登入 那首先我就会先教你建制一个网站 建制好一个网站 基本上你是不是应该要有像网站就会 首页会有横幅 横幅完毕之后 可能你要先知道 这个网站里面有两三 甚至很多很多的网页 然后接下来 你大概做好这个网站之后 那接下来这个网站要做什么事 这都是网页设计 我等一下只会花大概30分钟 我就要快速跳过 而且你们要跟着我去产生这些内容 因为都不是很困难 好 那你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 最后是不是要发布 发布 你是不是要把这个做好的网页 要产生结合一个网址 好 这边他直接提供 所以我想Google 不想要各位 Google有一块叫Suite 它全部都变成套件化 里面包含这些 像网站发布叫我的商家 还有像那个Google里面 好多好多 你做可以做网页的协作平台 试算表 然后他其中 他就是用那个发布网站 直接帮你把网址 提供出来 然后接下来 那通常我们可能会把这个网址 为了要做行销 我们就来把它做成短一点 像我的办例讲义就是放在那个短网址上面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去做网站登录 网站登录现在已经改了 要到我的商家这边来做网站登录 所以等一下会带你们去做网站 我的商家的网站登录动作 那网站登录好之后 我们是不是要进行网站分析 这网站分析就是GA Google Analytics 就是在做网站分析 那网站分析完毕 网站分析你必须要买一个叫做GA码 GA码都是UA开头 然后后面有很多的数字 你要把这个GA码放在你的网站里面 那请问一下 假设我今天我不是今天做好的 我不是今天做好的 我本来就已经有一个 我不是今天做好网站 我是可能台东大学 我早就已经做好台东大学的网站 或者是我早就已经建置好一个网站了 那你就必须要把这个GA码 这个GA码埋在那个网站的首页的head区里面 好所以到时候抠哪一段的网址 抠哪一段的那个语法 我再告诉你 因为这些全部你都必须要汇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在GA的资源这里面 你可以找到你的追踪ID 就是那个GA码 然后接下来 好一切事情全部都做完之后 你可能你要记住他隔一天还是隔两天之后 你就会看到你的使用者的分析报告 那这就是到时候你去GA里面就可以看到说你的使用者有多少 那这边可能今天大家只能看到我的网站 我的网站我也没有去迫他就是我的学生他会到我的网站来去做一些线上学习 然后那个我就可以看到说多少人现在在线上 好然后这里面我就分别解释GA 这都帮你分析好了 每周都你随时随地 只要是有网络的环境之下 你登录到GA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这些图表 他都帮你画好了 你可以分析这一周的 你可以分析这个月的 你可以分析现在的 或者是以天为单位 这一周的这一个月的 然后你可以去看到说你的一个网站被多少使用者光顾 然后有多少人喜欢你的网页 大概就会看到这些 那接下来我GA教完我就要教你网络声量 这个声量分析也是一个重点 好 例如说我可能就给你们观看一下台东大学跟台湾大学 在那个网站上搜寻的程度就是会有差别 可以了解 那我们更关心的应该是台东大学哪些人来去搜寻 搜寻什么主题 对吧 这应该是各位关心的 就好像说我今天我想要写一个计划 我也会假设我会希望说是跟网络的关系 我也会先在上面我先找一些那个关键字 找到这些关键字之后呢 我们再去做那个像例如说这边 例如说一般一般学员他们可能关心的是 台东大学的行事例 还有像例如说这边台东大学的网络学员之类的 好 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别人帮你做好了 你可能要搜寻的还不只是这些 这些东西在哪里 我觉得全部都告诉你 然后让你可以直接去享用到网络所带给你的便利性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先从第一件事情 网站 先简单快速做一个网站开始 请问在座各位是不是都有Gmail 一定都有啊 只要你用Android的手机是不是都应该会有一个Gmail 对不对 对 你没有Gmail你根本就不能使用那个Android的手机 那当然如果你用Iron 就随便是哪一个定解键都可以的 那我们就要请你先用你自己的Gmail 然后来去做以下的所有操作 你自己的哦 包含今天会帮你做一个 你自己做一个自己的专属的网站 这个网站呢 到时候你要大家做实名认证 然后直接放在网站上 供别人能够查询得到这件事情 好 我被问到最多就是说 我们应做好这网站怎么样让别人搜寻得到 那我们第一件事情 我们就 先来观看一下 我先跟各位讲一下我的范例跟讲义放置的位置好了 首先如果说你要我的讲义我的范例 其实我在这个课程这边一刚开始我就介绍 我的范例讲义下载的位置是在这个地方 HTTPS帽号斜线斜线 G-O-G-L 斜线Y-T-Z 大写的RX 大写的T 好 然后请记住 这个后面这个R一定要大写 后面这个T一定要大写 那我们接下来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先去 因为你可能用得到我的我的讲义 首先第一件事情呢 我就先打开我的Chrome 打开Chrome之后呢 麻烦请在网址这地方请输入 HTTPS帽号斜线 斜线 G-O-G-L 现在前面很像Google 所有的Google做好的短网址 前面讲的都一样 斜线Y-T-Z 大写的RX 大写的T HTTPS帽号斜线 G-O-G-L 斜线Y-T-Z R-X-T Enter 你看这边我是不是有一个自己的网站 如果你点这个网站的话 就可以到我的一个网站 然后我就可以看到有多少使用者在线上 这件事 晚一点要请你们真的帮忙做一下这件事情 让我们知道说 它那个分析其实有即时的 还有每日的 每周的 每月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今天的课程在这里 我们今天的课程在这边 2019年9月11号 今天是 第19年 因为前几天我才去看 那个9月11纪念 那明年我相信也会造成另外一个轰动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今天的课程 讲义在这里 范例在这里 其实我有很多很多课程 像大数据分析 希望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再找时间来去安排一下 去观看这些课程内容 好我们就先从这个 GAGT 爬虫 语文字 云 这个爬虫我设定是 Google新闻 好 那我设定的题目是选举 你到时候你可以找 跟教育有关的 跟脑中风有关的 最有关系的字是什么 这都找得到 随便你 你只是换题目 换不是换题目 换那个网址到时候下午的时候 都会跟各位分享 然后这边 有没有看到讲义下载 所以请点这个讲义下载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下午的课程 这是下午的课程 文字云与网站资料关联分析 然后包含爬虫 然后这个是上午的课程 所以第二个档案 Google Analytics网站分析 麻烦请点它 好 你就可以点这个左上角的图示 点一下 你就可以进行档案的下载 那你一定会说 我们三个小时就要学完这些东西 那我在台北市政府 我教三天 不是三个小时 不是你们是神 因为我们教台北市政府 我们是用Power BI来去教 我要把这些所有的资料 倒到变成我的资料库 我要来去分析 这些人 这些人 例如说 这些使用者 他观看我们的频率是多少 然后多久 就是每一个网页 他停留的秒数是多少 他可以做更多更进一步的分析 好 这提供给你们参考 那我只是要告诉你 就是说 你看像这边 这边我们 我直接在台北市政府 交我一定是交三天的 不是交三个小时 这边是有差别的 所以欢迎你们 如果对网站分析很有兴趣的话 到时候你可以去看这部影片 这部影片 那我们 这边我们下载好 就先把所有视窗都先关掉了 如果说你 因为GA早上的课比较没有范例 全部都是自己的网站 自己分析 所以这边我们就把所有视窗都先关掉了 不太需要范例 我的范例是下午课程才会需要的 好 那第一件事情呢 第一件事情我们范例 讲义就会下载了嘛 那下载下来的讲义在什么地方呢 好 我们可以打开文件夹 打开文件 开始工作列文件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下载 我从网记网路上下载下来的档案 当然放在我的电脑的下载里面 好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点选修改日期 你就可以发现 你最后下载的档案放在这里 它是按照下载日期来去做排序的 你可以快速点两下就打开我们的讲义了 好 那我想讲义的部分就 讲义下载的部分就介绍到这边 其实你会做讲义下载 大概就是要范例会放在什么地方 如果有范例的话也可以去进行范例下载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继续来观看一下 麻烦提醒各位老师同学 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说您最后上完课 请把下载下来的范例 删掉 或者是带回家 不要放在下载里面 你看下载里面是不是很像那个另外一种类型的垃圾口 对不对 好 那提供该门参考 我上课我喜欢是这样子 我都会放在一个指定的资料夹里面 那比如说我会在C别建立一个资料夹 叫GAGP爬虫语文字语 然后就把相关的范例啊 讲义啊 放在这里面 那到时候我要删掉 就直接把这个资料夹删掉 就这样子